第一就是北约谴责中共的力度在开始上升 大家也应该注意到 也希望说中共方面 真的有头脑人能够想想说 是不是要跟俄国真的是割起 然后彻底摆正你的立场 否则你也跟他陪葬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共利用文宣搞信息战 在俄乌战争这个事情当中 我们看得很清楚了 然后很多相关的讯息 也拿来进攻台湾 而台湾很多朋友在网络上传 警察看见了之后不要再传下去 简单说他们是要攻击美国 然后削弱美国 然后或明或暗去帮助俄罗斯 我们不要上这档 因为如果量化 我们切断了美国对我们的援助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再强调一下 中共应该学到教训是认清楚世界潮流 认清楚当代的国际关系 认清楚今天是价值观划线的一个时代 所以真正应该学到教训是 放弃共产主义 拥抱民主自由 人权法制 这才是中华民主真正的出路 是 桑普律师 孙子冰法有讲过 遇则利不遇则废 我看得到这个俄罗斯是好像 完全收错一个情报跟假讯息 之后他发动起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其实是一场侵略的战争 那可以看得到 他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那可能他会硬拗一段时间 包括会触动圣化武器等等 但可以肯定他的失败是写在墙上的 问题是失败离开失败 中级的失败有多久 这个变数是很大 这个战争越能够越快结束 这个是越有利于全球把头号敌人中共 重新聚焦在他上面的一个机会 那台湾呢 在这个机会 当然去声援乌克兰是没有问题的 更重要的是 我们更需要跟很多民主自由国家站在一起 来面对未来的变局 未来变局是中共 他的那个谎言和暴力会加剧 台湾也必须要避免认知作战 跟各方面的事情 才能够真正的去顺境世界潮流 来在这个世界洪流里面走对 新的方向 我觉得说这个才是 我觉得台湾非常重要 要注意的一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呢 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呢 将持续为您制作更油脂的节目